当记者赶到现场时 掉落的电缆还横在马路中间 受到央集的电缆共有七根 好在这些电缆并没有被刮断 也没有人受伤 经过确认这些电缆并非是高压电 也没有危险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警方对现场还是进行了管制 设施的客车真的是跑了吗 就在最早采访的过程当中 这辆客车又开回来了 我开到那里附近 就是听后面上面光了一声响 响一响 响一响我和这东西是树子掉下来的 然后我踩刹车回头看一眼 就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就走吧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不窗坏了 就给我刮下来了 我当时的货场是属于关闭的状态 因为冬天了 所以说就在这个脚上给我一摆下去了 客车驾驶人说 他发现之后就在第一时间报了警 而且他的天窗当时也应该是关着的 所以应该是电缆松脱刮上了他的车 已经就是下来了 搭了下来了 搭了下来之后 但是有个这腹线 就是这根腹线就拽着它 往蚕着方面的树上 但是可能因为冬季树子是蛇了 哪个蛇了之后 这个绳就可能刺激地就掉下来了 就照着这么着 它就过陷过底了